哈喽,小朋友们好,我是桃桃姐姐 小朋友们好,我是晨晨姐姐 小朋友们好,我是小沛琪 桃桃姐姐,小沛姐姐和小沛琪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今天考试做了好多题 回家妈妈也一定会说我呢 弟弟也会笑话我 我要教老师帮我看看 诶,我这新教具还不会用呢 你看看 挂到胳膊上 这是十 这边挂什么呢 五 不对 五 可能挂的是四 还是不对 再挂一个五呢 哦,这样它就平衡了 我的新教具呀,是学家法用的呢 下次上课的时候,我要带着我的新教具去 只要它的两只手平衡了,就代表它们的算是算对了 老师老师,你帮我做了真好多题,你能教教我吗 哎呀,屁气呀 上课的时候,老师这些题可都教过的 你怎么还做这么多呀 我没认真听,我没认真听,这回我一定会认真听的 那我怎么教你呢 那帮帮我吧 有了 教教教你用我的家法新教具吧 新教具,我来看看 哇,有猴子的香蕉 啊,感觉好好玩的样子呀 是吧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 第一道题 四加三 四加三,我选错了 四个香蕉 三个香蕉 你写的是等于五 那我来挂一个五 看,它是不平衡的 哦,对啊,它为什么不平衡 不平衡就证明,算错了 哦 我们再来换一个六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也错了 不是六 对 那我们试试七呢 怎么样 哇,它平衡啦 平衡啦呀 那你来查一查 是不是七根香蕉呢 我来数一数 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四是等于七的 那我快点改过来吧 等于七 佩琪 刚刚老师教的 你挥了吗 我挥了 我挥了 那你来试一试 下一道题 嗯 五加三 五加三也错了 那我要找五个香蕉 五 在这里 把它放到一边 然后是三 三 在这里 三在这里 然后五叔叔有几个 已经有五了 然后直接可以说六七八 是八根 八根 你试一试 对不对呢 会不会平衡呢 哇 真的平衡啊 五加三原来等于八呀 把你的题改过来 嗯 等于八 还有最后一道题 是七加二等于多少 那我们来找一找七 在这里 把它放到一边 还有二 这等于几呢 嗯 七 放到行李了 等一下 八 九 等于九 快点把九找到 是吧 是一样的了 七加二等于九 赶快改过来 老师 你这个方法太有趣了 因为香蕉是你比较喜欢的 所以呢 会算的比较对 嗯 那回家我也要慢慢给我买一个这样的玩具了 小朋友们 你们学会了吗 好啦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现在了 还有很多很多好玩的游戏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 小朋友们再见 拜拜